图片来源,是决中国证监会一致罚单同时引爆了资本圈和娱乐圈,8月10日证监会新闻发布会公布,在一起高达18亿的天价罚单,被罚人叫高勇,号称民间炒股大赛冠军。 这本来是股市的一则新闻,但却于当天引爆了娱乐圈,原因是一篇自媒体报道,趁该案涉及到影视明星黄晓明,就黄晓明卷入股票操纵大案传闻,8月11日傍晚时分,黄晓明工作室向美智经济新闻发来工作室声明趁存出造谣,然而该事件在8月13日把案再次翻转。 据财新报道,高勇股票操纵案中的自然人账户之一,确实为影视明星黄晓明明下账户,而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表示,这些自然人账户的所有人,如果仅仅是出借账户,并不知道账户被利用进行市场操纵,这些账户也不会被冻结。 黄晓明否认涉股票操纵大案,根据证监会披露的信息,该案发生于2015年1月12日至2月17日,也就是上一轮牛市期间,北京库城和投资发展中心和火人高涌,通过其直接控制的两个信托账户,和14个委托其操作的个人账户, 以连续风涨平方式大逼满入金化至1002349SE股票并抬高股价,在6月5日至7月22日期间,即将股票大量卖出,以上账户最终卖出总基金额16.84亿元股票,获利8.97亿元。 证监会最终裁定,没收违法所的8.97亿元并罚款罢,97亿元,和基金额达到18亿,决定书中对于案件细节的通报显示,上述14个委托交易账户其中之一,为黄某名账户开立后,由其母亲张某霞管理使用,并经过护城和投资另一个合伙人陆某介绍,张某霞将黄某名账户交由部分委托高用管理, 该账户是案交易,由高用作出,由自媒体在案件细节披露后推测,黄某名和张某霞,就是演员黄晓明和其母亲张素霞,对此,黄晓明工作室发表严证声明称,黄晓明并不认识高用,也为参与过任何操纵股票行为和介入过任何相关调查,并表示上述提到的媒体报答未度转而来,将追究法律责任, 而就在黄晓明工作室发表声明的两天后,据财新8月13日晚报道,证监会刚刚公布的获利近9亿元,罚莫垮高达18亿元的高用股票操纵案中的自然人,账户之一确实为影视明星黄晓明明下账户,财新还报道着,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表示, 这些自然人账户,的所有人,如果仅仅是出借账户,并不知道账户被利用进行市场操纵,这些账户也不会被冻结,陆雷,善剧投资,黄晓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, 这已经不是黄晓明第一次进入金融方面的纠纷,两年前东红桥在线,魔环电影等与关联,得读个互联网金融平台出现预期,并确认了东红桥目前正在清牌的事实,影视也由黄晓明在2015年被腰位积带演过,已得不少投资者,跑到他微博下去诉苦, 2016年4月8日,黄晓明的工作室急忙公关,趁黄晓明致力于大学生创业,应该金融公司有待你圆貌这个项目,当时只是去帮忙拍相关广告,时间才得以平息,时间再拉回到现在, 据新华社3月16日报道,高某已成立的私募公司为平台,吸引多个高净值客户委托其管理证券账户,涉案账户既有散评信托账户,又有多个自然人账户,值得玩味的是,账户名一人不乏著名一线影视明星,民营企业家,企业高官等,控制的账户资金总量巨大,涉案金额超过20亿元,根据证监会的披露, 高永利用的私募平台,就是北京护城河投资发展中心,以下检测护城河投资,亲眼查资料显示,护城河投资合伙人包括高永,盐宇和陆雷,陆雷为护城河投资,第一代股东是股65%,盐宇是股25%,证监会披露的是案男主高永时股比例仅为10%,很显然,在护城河投资投资这家公司中, 带股东陆雷有绝对的话语权,那么陆雷又是谁呢? 公开资料显示,陆雷被誉为民间股神,瑟阳市和北京电视台,都参加过股评节目,2012年发起成立护城河投资,身份变为雷阳光思慕基金经理,天眼查数据显示,陆雷集下公司14家,除了投资公司外,还有影视传媒公司,值得注意的是, 在一家注册资本,为555.56万人民币的北京中观乐,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,陆雷遇上市公司神州太越,30002002,SV股东及高管关系密切, 根据天眼查数据,2012年,陆雷于北京善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,成立了北京中观乐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,善巨投资背后股东及魏神州太越实际控制人王宁, 李立以及中度高管,而顺着善巨投资者条线,可以发现其余一些明星之间,有或多或少的联系,善巨投资入股或多家公司, 其中,几间接探股的深圳市丰鸣互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,股东中就包括了黄晓明和张子怡等明星, 理顺一下,简单来说,陆雷和黄晓明,间接拥有共同的合作伙伴, 即神州太越股东高管成立的善巨投资,黄晓明名下投资公司,众多每日经济新闻记者, 在搜寻信息时发现,黄晓明除了是一名成功的野人之外,更是一位成功的商人, 天眼查数据显示,黄晓明名下有48家公司,设计科技、餐用、文化、服装、商贸、投资等多个方面, 而值得注意的是,其名下最多的便是投资类公司,多达14家, 以北京军连加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位里,多为明星入股,包括黄晓明、张国立、风小哥、李冰冰等, 而最著名的刀数黄晓明的明家资本,北京明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简称, 那公开资料显示,明家资本成立于2015年4月,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, 由中国内地著名男演员、歌手黄晓明先生和资深投资管理顾问张晓婷女士共同驻资创立, 明家资本的投资将为人奥饭威乐领域展开,包括网络文学、视频、 直播、VRAR、游戏竞技等,自2015年组建团队,明家资本先后投资了同道文化同道大叔、 火辣变神、野马献草、火辣科技坚果、巴比辣妈、第一车弹、群拍、 依下科技等众多项目,明家资本最新的投资事件是2018年7月30日, 联手熊创中国、普斯资本共同参与幼儿学堂A加轮1.5亿融资。 美日经济新闻记者还注意到, 黄晓明官员公司中名为北京名无限贸易有限公司, 那法人代表名字叫做张素霞, 而公开信息也显示黄晓明母亲叫张素霞, 美日经济新闻。